北京时间12月5日,NBA常规在继续激战,骑士克场对阵公牛,最终他们以113比91击败对手克劳德本场比赛八投三中拿到9分2助攻2抢断的数据,其中在第一劫时的一个传球,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,五大炯正在向他招手。 今天骑士开局打得并不好,克劳德在之前的进攻准备传球詹姆斯就被马尔卡宁断下,下一波进攻他的传球很幸运没有被人断下,因为他传球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人。 他湖顶突破对手的大中风洛佩斯,公牛队有立马上前协防,随后克劳德选择了传球,不过克劳德的传球路线让人摸不着头脑,他没有给底角完全空位的JR,没有给湖顶完全空位的卡尔德龙,而是给了在场上一直处于空位的裁判。 毫无疑问最后球出了边线,好在随后的比赛他将攻不过,他连续两次在防守端将对手的球给断下来,在进攻端他又分别在左侧45度角和湖顶三分摆布穿扬。 下半场一开打他又接詹姆斯的传球三分穿针,不过在第三节后段他甚至一次三分出手都被对手封盖。 虽然目前球队正处于连胜的时刻,但是克劳德表现还是非常一般,和球队其他球员是如破竹的表现,自己显得就稍显暗淡了。 最近无偿比赛除了对阵老鹰他拿到了15分,其余比赛他分别拿到2分,0分,5分,9分。 球队连胜的这段时间虽然克劳德作为首发能够在上下半场亮相,但是在关键的第四节他总是被恩在板凳上,这和他的发挥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也许詹姆斯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沉睡了好久的人,时遥时候能醒。 余恒 1 4 2 1 2 5